那特朗普上台之后基本废除了奥巴马时期的各种外交政策 尤其是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已经成为历史 问题就在于美国的亚太政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180度的调整 每位总统都需要一个比较鲜明的外交战略 或者将来能够被归纳为以总统名字命名的主义 现在来看特朗普主义就是反对奥巴马主义 而奥巴马任内进行了最大的调整就是亚太再平衡 美国要成为一个亚太强国 刚刚逝世的美国战略家布尔金斯基在他那本名为大棋局的小册子里面 已经把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战略地图讲得很清楚了 从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重大的战略领域就是欧洲中东和东亚 从冷战到现在 美国的战略的框架基本没有根本的变化 只是每一届总统关注的焦点是不一样的 小布什在中东用力过渡 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就是矫正小布什的做法 现在特朗普又在修正奥巴马的做法 从特朗普的首次出访可以看出 中东地区依然是美国的战略重心 至少奥巴马的战略撤退可能已经停止了 相比之下 美国的重心向亚太的转移的脚步可能会比较缓慢 特朗普的亚太政策也在形成过程之中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提出了一个亚太稳定倡议 在未来五年增加75亿美元的支出 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能力 这一倡议也得到了五角大楼和太平洋司令部的支持 除了可以增加军事开支之外 也符合美国军方强硬派的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 特朗普也承诺增加军事预算重整军备 问题的关键在于 在亚太地区 美国军事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是制衡中国还是维持稳定的亚太秩序呢 布尔金斯基在最后的一条推文中说 深谋远虑的领导是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必备前提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前者 后者也越来越糟糕 这一警示对特朗普政府同样适用 中美是携手解决亚太地区面临的各种麻烦 还是彼此戒备呢 国务院以及五角大楼的一些官员出面声明说 与中国合作应对朝核问题 并不代表美国放弃或者减弱对盟友的承诺 直白一点说 就是朝核问题和南海是要翻开的 这些言乱并不符合特朗普总统 作为精明交易者的身份 因此未来美国的亚太稳定计划的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中美关系的稳定 中美关系的稳定